距离春节越来越近 结合生肖年的特点 重庆动物园为游客准备了 大熊猫抽福牵品美食等特色活动 让大家一起感受欢乐氛围 动物拜年 大熊猫莽灿灿首先登场 面对从没见过的牵筒 莽灿灿好奇的试探 打亮着周围装饰的灯笼 在饲养员的引导下 小家伙成功地将上上千收入囊中 而作为动物园的顶流 住在隔壁的鱼可鱼爱 则吃起了五股丰登的熊猫大餐 用餐完毕还玩起了不倒翁椅子 大方地向游客们展示自己的才艺 可爱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看到熊猫就是感觉 自己跟在手机上看到 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样的可爱一样的活泼 过年当然少不了各种美食 只见饲养员们将苹果 竹笋 胡萝卜等大熊猫爱吃的食物 压制成饺子和福字 面对美味大餐 大熊猫们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 可谓是蒙太十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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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